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小伙吃面 把自己整个人都吃成面条的电影 《面条侠》 影片的开场,大胡子丢了工作 至于丢工作的原因 就是他居然偷吃了顾客的两块披萨 然后嘛,他就被开除了 好在同住的室友胖胖,为人十分友好 不仅给他垫付了房租,还帮他推荐工作 只可惜大胡子毫不走心 然后他就决定在家混吃等死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这天,他照旧热了一盒意大利面 可这面也不知咋的,跟中邪了一样 居然从微博炉里闪出一道绿光 不知情大胡子吃了一口 然后就晕了过去 等他再度醒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尿液居然变成了面条 关键是这坨面条还把厕所给堵了 你说这气不气人 不知所措的他去了医院 医生表示小伙子你说的一个字我都不信 大胡子也是个狠人 当场就给他尿了一杯面条 医生直接给看呆了 回去之后的大胡子惊奇的发现 自己打个喷嚏也会掉出面条 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啊 偶然间,他发现手掌心也有此功能 还瞬间英雄救了个包 胖胖的第一反应是去看医生 然后又觉得可以当个超级英雄什么的 可大胡子不感兴趣 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钱 所以呀,他灵光一闪,自封面条侠 专门帮助受害人打跑坏人 当然,这并不是免费的 更何况受害人自己也说要感谢的 都说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咯 就这样,大胡子的生活来源完美得到解决 可是有胖胖不认同这种做法 哪有人见义勇为还要收钱的 他的超能力就应该用来维护世界和平啊 大胡子表示,我不听,我不听,转身就出去接了几单 一次意外,他发现有个眼镜男在偷拍自己 经过协商,两人愉快地达成了合作 大胡子负责见义勇为 眼镜男负责拍摄上船 至于收益嘛,好说五五分就是了 胖胖还是觉得不行 他尝试将大胡子拉回正义的轨道 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他又心生一计 联合反派来了一招栽赃陷害 可大胡子根本不上当 他直接把那身行头给扔了 没办法的胖胖又弄了一场招聘大会 然后故意绑架眼镜男 已经怀孕的妻子 这一次大胡子出手了 就连BGM都带赶了啊 只见他双手向下甩出一手面条 然后左右上下一顿操作 所有人都倒下了 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等等,除了那位鸡肉大佬 大胡子是屡战屡败 最后还被贬成了一团面条 这时,一直躲在幕后的胖胖坐不住了 他的本意只是想要唤醒大胡子 可大佬可不管那么多 解决掉面条侠才是他的踪迹目的 突然间,房子开始震动 所有的面条又缩了回去 大佬死了,而大胡子重生了 他一路追到天台 这才知道胖胖的本意 而胖胖本人也很高兴 因为这一次大胡子承扰扬山并没有收费 他是真正的英雄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话说,你最想要什么超能力嘞?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啊 我无意里闻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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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